哈喽,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开辟一个新的系列视频 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昨晚呢,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电视剧描写了一个到美国送孩子的上大学的家长 也就是主角A 正赶上学校枪击案 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同学被困在了校园里 这位家长为了救孩子 奋不孤身地扑向了枪手 子弹从耳边掠过 冒着枪林弹雨还是往上冲 瞳孔放大呼啸地猛扑过去 此时此刻男主角的心里 大概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用身体去扑向枪手 来制伏枪手 尹肯子弹留在自己的胸膛里 也不可以插破医师他的儿子和学生 同孩子们 我相信任何观众此时此刻 一定被他的行为所感动 这还不是最感人的 当他要离开学校 在回国去机场的路上 他实在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心好像留在了校园 有一万个不放心 于是他就便回到了学校 鼓起勇气 鼓起勇气 跑到了校长办公室 恳求能够留下来当个花匠 这样便可以暗中地守卫自己的儿子 每天都可以看到儿子 校长一口挥绝了这位父亲的请求 于是这位父亲掉下了眼泪 觉得毫无助 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 我看到这里眼泪 也不由得夺况而出 大老爷们 有泪不轻痰 只是动情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 送过孩子的经验和经历 孩子在哪里 好像你的心就留在了哪里 我第一次送孩子到托儿所 那个时候孩子才一岁半 孩子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非常的恐惧 唯一一个求助 并且能够成功的方式 大概就是哭 呼唤 呼唤 幼儿园的老师让我离开 我不忍心地走开了 出了教室以后 我便站在墙外 听着儿子不停地哭 心都碎了 听了半个多小时 真是受不了 可能孩子不会记得 那个小时候的哭喊 可是他的哭喊的声音 就会永远留在了 爸爸妈妈的心里 后来孩子长大 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小学 一进教室 就看见一群孩子们 围成一个圈 坐在那里 儿子站在我旁边 我们走进了老师和孩子们身旁 老师告诉大家 欢迎儿子加入 然后让儿子 坐下 我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儿子就坐下了 然后加入了小朋友 我就这样高兴地离开了 我很高兴的是 孩子有了新的朋友 孩子长大了 喜欢郊游了 不单喜欢我这个老朋友了 不单是喜欢他爸爸妈妈 无论是孩子上托儿所 还是上小学 孩子都没有离开家 可是出门上大学 可真的就不一样了 离开了家 就像鸟学会了飞一样 第一次送儿子上大学 忙活着给孩子 在宿舍里铺床 在哪里吃饭 在哪里上课 在哪里图书馆 和孩子都看过了 离开孩子时 当时还高兴 觉得孩子终于长大了 离开了家 甚至还有一丝 兴高采烈 因为孩子终于可以 完全自己料理 自己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回到家 家里没有房子里 没有儿子了 觉得房子好冷 好大 好空 心里空空荡荡 我和他妈妈都掉下了眼泪 空荡 空荡 以前孩子在身边的日子 真的好幸福 虽然有的时候 青春期的反叛 会让父母心里如履薄冰 但是那是一种幸福 因为人生中 上帝送给你这样一个礼物 给你带来甜 酸甜苦辣 而且又是那样的短暂 不可以重复 一晃牙牙血雨的baby 就飞出窝了 连个头都不回 我们那个时候 在旧金山CBD上班 每天开车 经过东向海湾大桥 都看到了加大 Berkeley的大学的塔尖 这么多的房子 这么多一大片 怎么这么 还是那个塔尖 我们就可以找到 怎么这么多的 一点点的一点塔尖 却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都眺望着那远方的塔尖 似乎那里就有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的心头一酸 眼泪汪汪 偷偷抹去 我便偷偷地望了一下 身边的夫人 结果我看到她在那里 也在那儿 她眺望着远处的塔尖 心里眼里泪汪汪的 鼻子一酸 我便说 好了 孩子长大了 再上课 要不我们开车到那里去看她 最后我们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说实在的 当时就是想找回那种 一家人乐融融在一起的幸福 可是人生短暂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时间 又是那么短暂 又是那么短暂美好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孩子一起的时光 很快的 很快的就过去 望着孩子飞去 飞向远方 真想让他有强大的翅膀 天高 任鸟飞 可是带给我们的 也可能是孤独和寂寞 愿孩子们都能幸福的快乐 天下的所有父母 健康愉快 我们一起成长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